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呢? 未交的话 就请到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择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感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对上一次和黄毓民做节目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 心情就非常紧张 因为不知道他一会有什么料爆 但是因为他是我哥哥 我相信他都会亲爱我 4月1号等待 这个礼拜六 毓民会客室 有我翁静静 第一个月 小远 老都要 在滑は 碗 在我隔壁的位置就是香港大學的校友 就是孫中山先生 這個校友比較小 所以我就做了平堅 他已經是在那裡做的 孫中山先生就在1903年 你問我10年才重返他那個大學 大家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是香港大學的校友 是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全身西醫學院的學生 孫中山是在公元的187年至199年 他在香港的校友 我記得在2011年 就是這個新的革命一百週年的時候 我就無緒自知 就寫信給那些中學要求他們 我請我去他的學校 就講這個孫中山先生 即是香港 新的革命一百年去香港 結果去了幾十間中學 講這個新的革命一百年去香港 我記憶有心 是有心 我去過孫中山先生 我去過孫中山的學生 就是這個密碎書院 或者是密碎書院 或者是密碎書院 那些學生 都知道 如果他們有個孫中山 就是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的革命事實上 就是他自己說 在1903年 他從來港大 在這個香港大學 即是現在很舊的 孫中山 在這裏學小 那裏是一個禮堂的 我們已經很久不見了 因為孫中山在那裏 香港大學也好 我跟孫中山的部長在這裏 不過那間 香港大學醫學院 那裏叫李嘉誠醫學院 那間叫孫中山醫學院 我認識我 他是記憶中山醫學院 不過是 現在香港 那裏大學全部都向錢看的 最重要是看那些有錢的 認識 今時今日來到這個香港大學 講一下這些事 大家可能興趣都不會很大的 對不對 不過我今天 在這裏做踢包 因為我 一個足球之後 我就會在這一個 香港大學 一個柳老師樓 那個過實 由本土派的議會路線 這個是香港大學 正正在這裏 是要求我來講的 我對於同學的姻青 好像是她的 今天來到這裏 就 反正到這裏演講 我就會在這裏做這個 踢包的賴 今天說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很驚訝 涼腿下海村 正式肅殺 製造政治肅殺 暗測 鄧慧厚 喂 政治肅殺的氣溫呢 現在都實說 大家都感覺到 較早前 年初一 的所謂旺角蘇聯事件 前前後後 抓了很多人 有些 就等著上法院 換區域法院 高針法院 是吧 有些就判了 是吧 判得最重的幾個 到目前為止 那些呢 就是三年隔 說她套到最好 扔我 你最好 或者扔一兩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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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樹枝 什麼都好 那些竹枝 那就是三年隔 在立法院 會門口燒垃圾桶 又兩個人 那現在就不斷在製造 這些年青的政治犯 好了 這些年青的政治犯 就不受寂寞 因為有很多被審 審完之後 在 很多都會定罪的 五六六六 陣六都不定 因為高針法院那些 所以 梁天琦 王陀陽那些 他就真的要計算一下 現在自己的前途 怎樣 但是這些年青的政治犯 不受寂寞 梁振英 6月30日 任期就戒滿 他現在在他 任期戒滿之前 是吧 就梳使這個 袁國強 這個律政司司長 就去起訴 2014年 所謂佔中的 那幫搞手 那告他什麼罪呢 不是告暴動罪 又不是告非法集結 是告叫做什麼呢 叫做公眾 就是那個 老實說 這個是防妖罪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普通法裏面有公眾防妖罪 公眾防妖罪有兩種 一種是簡易次序條例的 譬如你隨地大小便 抓那些黃蟲就對了 那些是公眾防妖罪 不過是簡易次序條例 那些是罰錢的 是吧 另外根據普通法公眾防妖罪 就要坐牢的 那好啦 現在抓了佔中三次 是吧 抓了那些 整天出來 認為自己是 這個所謂香港抗爭的代表那些 又說做異事又成 現在就真是求人得人 我說什麼呢 如果罪名成立 就坐牢都可以 所以現在在監獄裏面 那些年輕政治犯不愁 直播了多了罰稿的人 很快 那麽呢 除了拘捕這班人之外 就是告這班人之外 我想跟著陸續有理的 因為當時預約拘捕的 就是因為2014年這個佔領運動 或者是警察運動 又用監獄的 他們不接觸 whatever 79天是吐槽的 那79天完了之後 現在就秋後算上 這個就叫做政治宿舍 這個是梁振英落台之前 一直做的 跟著呢 林鄭月娥就會計之術士 OK 沒有得脫離疾關係 或者脫離責任 有些人幫林鄭解釋 喂 不關她的事啊 這個是梁振英做而已 大哥梁振英做 她只有幾個月 她就要告人了 跟著下來的後續 就是林鄭月娥去承擔的 所以這個白色恐怖 那個責任就在你 林鄭月娥那裡 很明顯 她是製造政治屬殺 是吧 你呢 在你這個時代就會出現白色恐怖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白色恐怖 所以今天來到香港的這裡 都非常感慨 是吧 但是我們希望 又企圖在年輕人的身上 但是我們又不僅見到這些年輕人 是吧 為了抗爭 然後成為政治犯 最近我才探一個 是吧 其實真的很悲良 但是任何那些開發中國 在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主 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是吧 我就奉勸 就是那九個被人告的 這些響當當的人坤 你當初說過 是吧 你是 會接受拘捕 是吧 會認罪 和願意去坐牢 說得很大聲 不要抗辯 我一定會抗辯 是不是 輸都可以出 是吧 不要抗辯 這是真正的公民抗命 我們那種抗辯 就是司法抗爭 OK 你如果抗辯 你就不是公民抗命了 是吧 洗淨的屋子去坐牢 我都還佩服你 是吧